今天吃蟹 吃蟹 吃蟹 今天吃蟹 很开心 今天吃蟹 吃蟹 我都吃过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有一个烹饪方式 是 是 有一个多座 有13香 又辣 没有试过的东西 应该是好吃的 就在前面 是月海流 这家人不是经常来吃的 我们每天都过来吃 每天都过来吃 今天会吃到这一锅 是什么东西 蟹鸡 蟹鸡 很好吃 好吃 因为鸡鸡很滑 有些麻辣 够开胃 可以 中午就已经开始喝了 对 所以几位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 朋友 长熟客 整天贵 这家店 长熟客 一个星期来 3 3 4人 很贵 四人 今天你吃的是什么 这个是 咖喱海鲜煲 你觉得好吃吗 很好 好在哪里 哥哥 好在鲜 鲜 所以你吃鲜 整个蟹蓋都可以吃 这个蟹蓋就是我 你鲜得过 好 你好 你好 你贵姓 我姓细 食饭市民细先生 可以坐一坐 好 我想问你 你会常常过来光顺 我常常来的 第四次 那常常过来 好啊 不要客气 好啊 谢谢你 你这么大煲 你请我吃芫茜葱 你真是有心 你坐过来 我请你吃鲜 各位这位是真的认识的 大哥 大哥 我们怎样介绍你 啊 廣东影视界的老前辈 哇 说到老大了 我们是媒体工作者 媒体工作者 是真的认识的 小贵哥 小哥 所以这间店是 今天是过来试错的 是怎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这间店店 很有渊源的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在电台很多 那些 团视 真是老同事 是有这一道饭卡的 我是那时候跟着他们 譬如我约你 就说 来这间吃 我有卡 直接拿饭卡就可以了 那时候也不知道 这一道有海鲜吃的 就是普通大家吃饭 其实想问一问 经理哥哥仔 你现在这款是新的 是新的 新的 新的煲 是有什么讲究 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煲 是13香的 13香 就是那些小龙虾的 类似小龙虾的味道 但是 你把这种味道 改变成一个 深海鱼 和一个面包蟹 加上蝦 这个煲 都用了很长时间 深入 用了很多种海鱼 试过黄皮斑 黄花鱼 和薄皮油 这些 这些是什么 我们今次这个煲 用黑球斑 斑 即是石斑 深海石斑 好 好 好 我介绍一下这个 不用了 你走 你抢气 我自己来这里 有个金钟炒 很过瘾 茶不会浸 有心机的 所以有时候 你不要看店铺 好像狗狗的 但是很多地方都有 小心思在 这个乎居民也是独特 我挺喜欢这里 廣东人吃饭前是兴饭湯的 于是乎 就叫了这碗 名叫做 金枪北斗 是那种咸香 咸鲜的味道 应该是深海鱼 去功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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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是吃过无数 13香的 小鹿有吃过 但是这一款 用13香的做饭 做 这么多海鲜的 sorry 是海鲜的 是未曾试过的 很美味 很美味 首先,面包 面包 那种很飽满 然后入口 那种 口感很妙 真正的味道 因为那种味道 拿着熟三香 那种香料 辣辣的味道 吃了在高度里面之后 令到高度里面的生命 很美味 深海石鱼 刚才我听到他们说 这个写真是有点酸菜鱼的感觉 画得来有点彩 那种感觉很美味 还有这个辣味鱼的搭配 煮味是不会被辣味 吃到最后 这个味道 还有 你看 很酸菜鱼 好吃 如果你说是酸菜鱼 这可能是这一件最贵的 酸菜鱼 13香 有鸡腩 真心 王门市做的鱼丸 如果你尝试鲜味 一定会吃这个 刚才鱼的鲜味,不过是有保留 但这个是在里面的 外面煮到辣,但里面仍然是鱼肉 所以有的清晰味 牛肉串,吃到最后会吃到牛肥 吃到蛋雅,口感 不好意思,我想问大师傅 做这道菜的师傅是否在? 可以进去给我们吃? 可以的,是吧? 可以的 在看着 师傅,你做了多久? 我从94年做到现在 吃了多久? 其实一直有试 最近这段时间就成功了 我想问一件事,我自己吃过 我知道,但是我想知道 你一开始去创作这道菜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的问题 就是说,海鲜是鲜的 十三香是偏辣,偏重口的东西 你怎样去平衡这两者之间? 因为那些蟹是寒的 是,是水生物 你从哪里找回来的? 我们有其中一个股东老板 阿龟公哥 他叫什么? 阿龟公哥 他喜欢做海钓 他喜欢钓鱼 我喜欢做海钓 他喜欢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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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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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箱是什么东西? 刚刚钓鱼了 用来的钓鱼 好有趣 南海的油甘鱼 油甘鱼 油甘鱼 这是这种色谷 是这种色谷 现在是你个专业人士的角度 为何海鲜是不新鲜,不新鲜是差在哪裏 有些消息者会觉得我们的鱼不是油水而是新鲜 首先我要解释一件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养殖鱼 它会加了很多抗生素 而在运输过程中,它会加很多不同的抗氧化剂、稳定剂 汽油也有,是火水,而我们是冰鲜 它是在水底100-200米的水深度,我们直接拉它上来 它就中了水压,一定死硬的,一上水就死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到养殖鱼 好像在某某市场买的那些 它是自养,它自养的水域究竟在哪裏 大家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在深海里,你刚才说的,是转探的那些 我们是一千多米的水深,我们是一千多米的水深 我们浅了的海域都去到百多米的水深 所以在那个海域是绝对不存在任何污染的 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多了… 大山啊,大山啊 大山啊,大山啊 大山呀,大山 大山啊 大山啊 我们遇到了 试过把南方和北方的食物和海上和内陆的食物混合到自己的本事 另一位专人是龟先生的海钓高手 告诉我,原来深海鱼的新鲜是这样一回事 跟我们印象之中的游泳海鲜是两码事 这才是值得我开心的事情 这一锅食物很过瘾 没吃到一款蟹 可以吃到辣的效果 但它是很本土的做法 未吃的食物是很好吃的 所以今天吃到一些很好吃的食物 最后记得,姚大修吃完全世界的人